大家好 我是曉曉 我是今天的一日店長 你們好 歡迎光臨 芒果 這個縣市都好出現 芒果部分 這是哪一部分 台中那一代嗎 是嗎 台中的芒果 好 那既然這樣的話 剛剛我們有講到從北區開始一賣嗎 對 現在開始 那我們現在就從北區開始一賣 我們現在要賣我們的台北市 賣我們的台北市 這樣聽起來怪怪的 賣我們台北市的特殊的蛋糕 是的 那我們一個蛋糕 我們就是 這樣的一個蛋糕 我們起價30塊 5千5 6千 6千 總盡力 6千 什麼 好 讓給他 6千塊 沒有愛你PK的好不好 6千 好 來 請上台 來來來 謝謝 跟我們兩位美女拍照 這是你的獎品 這一區 南果區 謝謝 一個30塊 希望大家能夠 一起幫助許多的街友 跟這次的創世基金會一樣 然後讓大家都可以過一個好年 尤其像今天天氣這麼冷 大家已經可以感受到寒冬它是真的來了 那許多人他可能沒有飯吃 沒有足夠的衣服可以穿 在寒冬裡在街上可能其實真的 說真的要熬過這樣的寒冷的天氣真的很困難 希望大家一起幫助他們 這次呢其實是因為慶城街一號 然後他的慶生 然後所以剛好呢跟那個創世基金會一起合辦了一個活動 叫做愛心意賣 那主要是賣一些蛋糕啊 麵包 然後其實這些 我今天是擔任的 大家好我是夏宇才忘了跟大家說 我今天擔任的一日店長這愛心意賣的 今日的所有的所得 都會捐給創世基金會 那創世基金會會用這一個今天的所得 接下來的七天都會有一樣的愛心意賣 然後會用這些所得去幫助 今年需要幫助的街友們 然後以及讓他們過一個很溫暖的冬天 今天還蠻開心的 而且今天最特別的是因為 我自己也很喜歡吃甜食 麵包啊蛋糕是我的最愛 那我自己看到 哇所有的蛋糕呈現在我面前的時候 其實我也實質大動 其實不管它的價格如何 我已經口水都開始流了 那剛好又是因為搭配上了我們的愛心意賣 所以感覺這個蛋糕感覺 雖然小小一個才30塊 可是感覺它的意義非凡 那妳本身會做蛋糕嗎還是 蛋糕是不會 可是我有嘗試做過提拉米蘇甜點 還算有成功 所以現在妳有演出就是 真心情按兩次的影響 對 那之後會有想要一些 打算繼續投資 去偶像劇或是 那方面的發展 其實我之後的規劃 應該是會比較往戲劇方面 對然後 主持一樣還是會 因為我很愛美食嘛 然後 美食節目也是 讓我增加了我的自信心 然後讓我更懂得 怎麼去跟大家介紹啊 然後 我也不希望能夠 我也不希望放棄 美食主持的這一塊 但是我又希望可以多嘗試一些別的 所以接下來可能新的一年 會比較朝戲劇的方面發展 好 謝謝 謝謝 谢谢